而对此,美国对几内亚已经发出了警告,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伍德24号的号警告说,如果几内亚政变引导人拒绝恢复民选政府管理制度,美国将会终止对几内亚的援助。伍德还说,美国希望几内亚立即恢复民选政府的各种职能,但是目前几内亚局势是令人失望。